半罐鱼来神米 再来半罐九米 这是自己泡的九米啊 行行行够了不用打多 这个季节 来 今儿打了五个卧啊 隔夜卧明天一早过来试试 走 最近两天渐温鱼好吊 昨晚睡着了没 我天以后不能打隔夜卧了 失眠了 一闭眼满眼都是飘啊鱼啊连杆 洗手都这样 小声点别把鱼吓跑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咱的隔夜卧就在前方啊 还是十二米的通天 泡杆 传统钓 哎 给口了 我天 这不行啊 忒小了呀 不上两 虽然是一根秒上鱼 鱼忒小了 这我的隔夜卧 都要这种鱼吃了 我就亏死了 半两 半两 太小了啊 但是第一条鱼不能放啊 先放盆里 接着来 屋里是有鱼的 有小就有大 哇 中鱼 哇 哈哈 哎呀全是小鱼啊 半两个 是吧 不空就行是吧 有小就有大啊 接着来 来了 来了 来妈妈了 哇 还是个小妈妈啊 半两 连杆了半两的 不过比刚才稍微大一点了吧 我感觉 越来越大了啊 坚信里边呢 肯定有半斤的鲫鱼 接着钓 这钩 来妈妈了 哇 又是小鱼啊 哼 这个卧 算是废了啊 里边全是这种半两个小鲫鱼 连着钓了四条了 虽然是连杆的节奏啊 但是很不满意 全是这种小鲫鱼 换卧试试啊 昨天打了隔夜卧打了六个 森哥在那是钓了两个卧 我在旁边试试 试别的卧 进去 走过去 下个卧 来吧 这个卧试试 森哥在右边钓得不错啊 我呢挨着他钓 说实话 我都忘了打哪了 下吊了 这会儿这个地方 底下复杂的 挤杆 再出不到底 来了 大波 哎呀我天儿 小的 这也是小鱼啊 这些 一上午啊 全是小奶底 一点点 真是的 现在给我来一条大的 把我打发走 来了 哦 哎 不大不大不大 我以为掉了大了呢 差点挂了底 全是小的啊 先摘勾 全是这个啊 小奶底 看看一会儿几道 这掉了一上午 孙哥那还不错啊 掉了 两个大点的这个是青梢 来孙哥 放里头 全是小奶底 好多都扔了 不用往里放了 我扔了有四五条吧 四五条 嘿 你钓这个青梢不错啊 看上没 这个大青梢可以 这个孙哥钓的大青梢有二两 三两了 差不多 把青梢拿回去 上去咱都放了吧 你要的青梢啊 行 这个 这俩玩还挺稀罕的啊 就当撬嘴吃吧 这个肉质绝对可以 我吃过这儿就撬了 这鱼太小了啊 就给它放了啊 真的 到了啊 放吧 两年之后过来再钓它吧 哈哈哈哈 这跟我梦里边做的不一样啊 昨天晚上打完隔夜窝回去失眠了 好不容易睡着了啊 梦着里边 钓的全是大班级 这家伙一来全是小班级 不过这六个窝呢 隔夜窝打的呢 可以说是一半成功 一半失败 成功是小鲫鱼连杆了 失败是一条大都没碰着 哎呀 这个地方呢不错啊 一看就是小鲫鱼的这个聚集地 今天钓的小鲫鱼呢 我怀疑啊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 是去年甩子 这个鱼呢长了一年 长这么一点 到三四月份再过来钓吧 绝对能把爹他娘都可钓上来 大班级 今儿就到这儿了 下期见 拜拜